锦衣之下方外穿越篇58 哪个不张眼的敢惹锦衣卫的陆指挥是 首发2024年5月13日12点33分起个范儿 元金夏眼见着陆毅与大家谈笑分身 又瞧着玲玲神色如常 和娘偶尔低语会心一笑 显然在谈论一些高兴的事 最开心的是杨成万与盖书接连碰杯 喝得极为尽兴 元金夏心中的疑惑不由的加深 怎么这么奇怪呀 竟然如此和谐大人是怎样做到的 这两日发生了什么 怎么我丝毫不知情 元金夏便将手放在桌下 悄悄扯着陆毅的袖子 眼神询问着又不敢一直向陆毅看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滑稽 陆毅浅笑也伸了手握住元金夏的 元金夏挣扎着 手指在陆毅手心里不停的滑着 陆毅故意使坏 稍稍用了力道 元金夏便动不了了 情急之下又伸脚去踢陆毅的脚 陆毅见状 一只手指探到元金夏手心里轻轻挠了两下 低声笑道不饿吗 来 你不方便 我为你元金夏右手被陆毅握着 左手不习惯用筷子 听陆毅这样说 顿时羞红了脸 陆毅已经加了一块羊肉递到嘴边 来 张嘴元金夏迅速扫了众人一眼 见无人注意 才张开嘴尖了 又慌忙冲陆毅摇头 陆毅只是鸣嘴笑 两人的举动 怎瞒得过众人的眼睛 杨月高兴 多喝了几杯 见证说道 还拼命拒绝来着 被我硬拉拉来此话一出 众人齐齐看向陆毅 见陆毅面色未改 又转头看向元金夏 元金夏已经横了脸 疼得站起来 胡乱摸了一双筷子 砸向杨月 你这个漏风的嘴 杨月自知理亏 将头扭向层服 求救的眨了眨眼 层服一摊手 耸了耸肩 并未应声 爱爱爱盖书放下酒杯 打去道 满桌子美味佳肴 也抵不上一个情字 照我说 你俩换个地儿说话 大人们还有重要的是商议 你们不听也罢 那个 把层服留下就行 整座酒楼都包下了 还有这一桌子菜 他得付银子 陆毅和元金夏 被盖书说的都不好意思起来 元大娘对陆毅这个准女婿 极为满意 哪见得她受半点委屈 连忙说道 丫头啊 你和陆大人出去走走 这里有层服照应着就好 陆毅忙起身 微微躬身 说道 岳母 您叫我陆毅就好 好 那就叫陆毅 原大娘笑的嘴都合不拢 摆了摆手 示意两人离开 陆毅与元金夏对视一眼 便一起向大家失礼告退 刚要转身离开 玲玲忽然说道 夏儿 还有半个时辰消禁 元金夏知道 这是玲玲在提醒自己 忙应道 知道了 一说吧 两人退门离开了 层服突然想到什么 站起身 异于叫住陆毅 盖书一把将层服 按到座位上 你捣什么乱 不是 前辈 大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未办 什么事比喝酒还重要 层服见两人已经离开了 只得又一次站起来 从怀中摸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递给杨月 杨兄 这是大人和元姑娘 特意为小宝准备的礼物 杨月忙道谢接过 众人接说 打开来看看 让大家也仰仰眼 杨月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盒 煞石精带住了 伸手拿起来给众人看 原来是曾经打造的一枚金锁 锁柄上刻着如日方身 锁的正面中心 还刻着一个续字 是小宝的名字 元大娘笑道 这两孩子真是有心了 这礼物极好 玲玲却笑道 大姐 是您那准女婿细心 夏儿那丫头 哪里会想的这般周到 元大娘看着金锁 冷了一会儿 突然冲杨成万说道 老杨啊 我可真是羡慕你呀 众人不解 杨成万笑道 元大姐 你也很快会抱上 松儿的众人恍然大悟 哈哈大笑起来 大人我 刚出酒楼 元金夏便迫不及待地 想问个究竟 急什么 路易笑道 边走边说 我们要去哪里 你家 我家 元金夏瞪大了眼睛 从这里不行到你家 要将近半个时辰 怎么 林大夫交代的话 这么快就忘记了 当然没忘 嘿嘿 大人是想陪我一路走回去吗 嗯 路易点头 扭头看着身边的姑娘 柔声说道 惊吓 我想多陪陪你 我也是 元金夏广而一笑 路易看得呆了 半少没有回过神来 倒将元金夏盯得又红了脸 小声道 大人看什么呢 路易突然受了笑容 咳了一声 严肃地问道 元不快最近喜事很多吗 啊 元金夏愣了一下 随机回到 哪有那么多 就是刚刚见大人 语仪 师父如此和谐 自然是喜事一张 第二张呢 第二张 元金夏嬉笑道 和大人小别成分算吗 路易点头 依旧神情严肃 第三张呢 还有 元金夏实在想不出来了 说道 没有了 不是有人要向元 补快提亲吗 难道不算是喜事 不不不 哪有 哪有 元金夏慌乱的白手 大人莫听大扬的 他喝了酒 说胡话呢 路易奔着脸 杨月一向夯后实在 我信他说的 元金夏恨得险些咬碎了牙 心里暗暗骂道 臭大羊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骂杨月做什么 他不过实话实说罢了啊 元金夏一脸惊愕地看着路易 大人怎么知道我在骂他 路易笑而不语 大人您别听他的 元金夏拉住路易的胳膊晃着 见路易不为所动 只好又说道 是 我们是提那事来着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元金夏突然神情变了变 声音压得极低 那时 大人不在了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别人了 哪怕他再好 哪怕他比大人还好 路易见小丫头 神色悲戏 暗暗责骂自己 忙笑着街道 你还见过比我好的 一句话将眼睛下 逗得心情瞬间好起来 大人就这么自负 不过 我喜欢 那以后呢 路易扭头宠溺地看着 哎呀 大人哪有以后 哪个不长眼的 敢惹锦衣卫的路指挥是 路易听了极为满意 拳脚抑制不住的向上翘起 元金夏 瞧着路易神情 也欢喜起来 大人 您还不曾告诉我 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是事先见过仪和师父了吗 路易摇头 便将盖书做的一切说了 又说道 林大夫霍阳前辈秀伟高 都不是将喜怒哀乐流于表面的人 更不是为了一件事 兢兢计较 非要论个短长的人 所以大人便安排了 今日的宴会 大家心照不宣 自然也就其乐融融了路易点头 可是大人 您也不至于包下整个酒楼啊 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路易忍不住笑 怎么 夫人是心疼了 元金夏红了脸 甩开路易的手 嘟囔道 大人又没镇静 谁是你的夫人 惊吓 元金夏怕路易再说出 让自己心跳加快的话来 盲族指道 还有大人以后莫喊岳母 还不是呢 路易笑道 夫人管得道多 你应该去与岳母说才是孩叫 孩叫 元金夏伸手去拍打路易 路易笑着躲闪 两人便像海童一般追逐起来 曾福 行 行啊 你现在都敢做我乖松儿的主了 盖树舌头都有些硬了 曾福盲笑道 前辈 大人平日里忙碌 有些事须得我替大人想着 况且老大人和老夫人都不在了 大人年纪又轻 哪懂得太多 这么说 你都懂啊 盖树拽着层服 非得喝下一杯酒 才放了手 前辈 我也不懂 层服老老实实的达到 可我知道 三媒六聘 须得有个大媒从中城市才行 前辈机智 热心 能言善变 又是大人的远房亲戚 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爱 这话我爱听 机智 热心 能言善变 盖树打了一个酒阁 继续说道 你小子不地道啊 我就这些优点吗 那夸人的全面的夸 继续继续 盖树自顾自的摆了个姿势 又说道 我武功还高呢 腿脚也灵 这脑子也好使 还有 还有 那个 你们都听听 我还能坐视一手 盖树还没拿出枪调来 玲玲在一旁撑道 师兄 大家在说夏儿和路易的婚事 这是正经事 你别乱搅活 让你坐大媒 你便好好坐 你们看看 还是灵儿会说话 我一听便懂了 这么简单的事 让层夫搞复杂了 这个大媒 我可是当仁不让了 各位层夫和杨月 对视一眼 都笑了 杨月小声笑道 判断盖书喝醉与否 还真是有点儿难度 层夫接道 林大夫算是衡量标准吧 两人正调侃着 突然各自头上挨了一筷子 杨成万 蹦了两人一眼 说道 没大没小 爹 你也清醒着呢 杨月揉着脑袋 尴尬的笑了两声 层夫倒是极为开心 此时的杨成万 完全不似以往对他 或者说对锦衣卫 时刻存着戒心 一边给杨成万 蒸满了酒 一边笑道 前辈 喝酒 袁大娘突然拍了一下大腿 不妥不妥 不能这么快 众人不解 奇奇看向袁大娘 袁大娘说道 原本我是给金夏准备了嫁证的 可之前陆一遭遇不测 这事变歌制了 如今须得重新好好准备一番 要些时日 玲玲笑道 大姐 也没那么快 你没听层服说 陆府需要修缮 起码要几个月 袁大娘松了一口气 那好 那好 玲儿啊 丫头的事 可也是你这个当仪的事 你得帮我掌握着 玲玲笑道 大姐 夏儿还有师父呢 杨大哥有经验 有这样现成的人 您得用杨成万一听 盲掰手道 不行不行 我可没经验 当初玉儿和夕儿的事 还不是你们大家帮我张罗的 盖叔嘿嘿两声 玲儿 还是我靠谱吧 玲玲瞪了盖叔一眼 随即又扑斥一下笑了 那就全仰仗师兄了 就全仰仗师兄了